相信很多人都看过《铁齿铜牙系小兰》这部剧,在里面王刚饰演的和珅,简直是刻画得十分生动,把和珅贪财以及机灵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王刚演了二十多年的和珅,又过几百次的刻画,很多人都会直接把王刚等同于和珅,甚至有的人见到,他都会直接喊和珅而忘记他的名字。 历史上的和珅真的是像电视剧当中的一样,是个贪婚吗?其实是的,史料记载和珅最后被抄家的时候查出来他的家中有八亿两百银,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,有六千亿元,这个数目是当时清朝十多年的国税,放在现在也是一笔天文数字,可谓是非常多了。 说他是中国第一贪也不为过,其实像乾隆皇帝这样一个精明的人,他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大贪臣,他自己能不知道吗?其实肯定是知道的。 否则,他也不可能会稳稳当当的做他的皇帝为六十多年,那么,他为什么会纵容和珅去贪这么多的钱财呢?而且还要去任用他呢? 第一个原因有很多人猜测说,当时乾隆其实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做免贵妃,可是后来自杀身亡。当乾隆后来看到了和珅的时候,仿佛间看到了他的那位爱妃一样,和珅长得非常的像他曾经喜爱的那位妃子。 而且在历史中有记载,和珅其实十分的清俊,长得非常的英俊,后来和珅的复原图曝光之后,网友们纷纷表示,确实是非常的英俊,和王刚形象相差比较远。 第二个原因,其实也是和珅非常的有才华,他能够说汉语、藏语、满语、蒙古语四门语言,甚至连英语他也非常流利,可以直接用来当翻译的那一种。 所以他的才华其实是非常高的,在乾隆身边,也能够帮到乾隆许多,不过,有一次,王刚笑称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演和珅了,因为他演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多了,想把自己的演出机会拓宽点路,放在其他的角色上去。 不过各位网友对和珅的复原图,有什么想说的吗?你认为和珅贪财,乾隆是支持并且纵容的吗?